Hello 大家好 我是哲哲 最近我拿到一款蛮有趣的食材 而且非常少見 所以我想說可以拍成一部影片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主要的產地是在我的故鄉屏東的東港 這個是黑鮪魚 我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看到嗎 這塊黑鮪魚是鮪魚的腹肉 這一塊是完全沒有紅肉的 因為它像是結凍的狀態 所以它的油脂其實比較看不出來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筋還是非常的明顯 油脂通常也分布在這些筋的地方 魚油也蠻厚的 這塊鮪魚是很不錯的一塊鮪魚 我手邊剛好有一個模型 等一下我就用這個模型跟大家講解Toro是哪個地方 好不好 登登 鮪魚出場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我們要處理的是哪個部位 我們先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它煮回去 在這裡 好 那我煮好了 大家如果去市場吃 最貴的應該就是這一塊 Kamatoro 它也就是我們講的金三角 這一塊的油脂是最多的 價格第二貴的通常就是在這個地方 Harakami 這裡是鮪魚的大腹魚 也就是Otoro的地方 是它的中腹 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 那裡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裡面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它的刺身 紅肉的部分 也會做成Sashimi 那有些鮪魚的腹肉 它可能會連這一塊一起腹 這次我拿到的黑鮪魚呢 它沒有刺身的地方 所以就是純粹的腹肉 好 那我們來做料理吧 那今天呢 我會做兩道料理 其中一道呢 是炙燒的鮪魚壽司 另外一個呢 就是直接吃原味的鮪魚的Sashimi 炙燒的魚 炙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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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沸和水 醬油 炙燒 炙燒 炙焼 炙燒 刮大小 太小 老太小 淋子 生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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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酥味 香蕉 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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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入鑿 کو追加,等一下吃,表面、放入鑿筍 放入鑿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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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